第四波疫情下多个行业被勒令停业 部分公司面临倒闭 近日确诊个案数字虽然陪落 但现时容许这些行业服务 有担心会引起疫情反弹 何时才是服务的好时机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疫情下政府停办年宵 连上头注香等传统新年活动 政府消息说都有机会取消 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何时才能够重回正轨呢? 过去十几年 Ada习惯每星期一次到美容院做美容疗程 去年12月初 政府第三度勒令美容院停业 Ada一个月无法办理 只能够在家装护肤品 他觉得自己的皮肤差了很多 做美容不是只扮演美容 是一个清洁 牙都要每天刷 面上的清洁 其实每星期去做一次 深层的清洁是很正常的 暗瘡位已经是没办法可以 因为全面是暗瘡印 是完全退不到的 因为这些真的要去做机才可以退到人 就算我家敷到十块面膜都没用 都不够我做一次仪器 能够打到深层里面 所以不一样的东西 本港去年11月中爆发第四波疫情 到12月8日 政府公布强制13类处所停业 包括美容院、健身中心等 餐厅都要禁止晚食堂食 Ada认为美容院的风险不大 不明白为何要全面关闭 帮我做面膜的女孩 是有戴口罩、面罩 甚至戴手套的 那过程是 她基本上都没有接触到我 我想现在不要只说美容院 你去餐厅任何地方都已经 要凉了体温 做了基本测试 那你才会进去 还有我们全部有做设计 全部都是一对一 根本都没有聚集的情况 如果相比的话 我都去餐厅吃过午餐 我觉得更危险 大部分的美容院 都要求客人买套票 美容院长期停业 不少客人都关心 套票会不会变成废纸 我现在剩下两、三次左右 所以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完了之后 我究竟买还是不买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何时才再开 又或者它会停多久 是很影响我再买套票 就算你再折扣给我 我都真的要考虑 因为你越折扣我更害怕 政府一年里面 三个多四个月都不让你开 四个月都不让你开门 现在还未知道服业无期 坦白说 将来有没有人会因为这样而去 有倒闭这个情况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不是别人 不是业界想倒闭 是这个政府一手速成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和政府 打开一个沟通 打开一个对话 究竟我们能够再做些什么 才符合到的要求呢 黄正明的美容院搬到新地方 刚刚开张九日 就撞赞第三轮停业 暂时去到下星期三 即是最少42日 但已经有消息说 政府批准农历新年前 服业的机会不大 政府勒令了我们 美容业界就要停业 但可惜他又没有勒令 业主不会收租 有些个别业主都是站硬 我们都要照交的 有没有说可以 迟些才交是不可以的 因为业主 就是二号交租 你都已经开始要罚息的了 甚至乎有些业主 可能会立即会律师信 就很快到 就算你收律师信 律师信的cost 都是我们业界 美容院自己要给回 政府虽然给了一个补贴给我们 我们就转手 就曲线给业主 政府的补贴就曲线 补贴了给业主 那真正我们能不能够有 多余的钱补贴员工 帮补的员工呢 是100%没有的 为了协助受影响的行业 立法会早前通过 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 撥款64亿港元 支援受影响的行业 其中强制停业的美容院 或者按摩院处所 会按照员工的人数 发放津贴 经历没有收入 因为我们自顾人士 都是靠拆障 其实都已经不太多了 经济不好 那一万多二万元 久了 其实现在积蓄都不太多了 只有几千元而已 对啊 那你交租和基卡父母 又年纪大了 那你都要看看医生 或者照顾一下他 那你吃吧 省住了 那你都要就住就住了 李小姐做了这一行十五年 本身没有其他技能 或者工作经验 疫情期间想转行就更加困难 收货员 查餐厅 衰到外卖都见过了 不过他都不聘 但你现在离开都没得开嘛 就是和染上新冠肺炎 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钱入 没有收入 本港星期一新增41宗个案 38宗本地个案中 有11宗源头不明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随着疫情缓和 政府应该局部开放 被强制停业的处所 我相信业佳其实要求复业 是比较多 因为他们都不希望 其实想摊大手板 叫政府的支援 开放给第二轮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说要去到 清晒零 他给他开的 那你见到其实他在第二轮之后 给他们开回复业的时候 那个中数差不多是有 都有差不多十几单 二十单这样的案子 但是他们当然是 你见到那个走势 就由百几单 一路慢慢慢慢走到 去到十几二十单的时候 其实政府不一定 需要去到清零的时间 才可以给他们去服务 他强调业界可以配合 政府防疫要求 但医学会认为 即使做足防疫措施 都未必能够将风险减致零 当然戴口罩一定是要的 因为始终他们美容业的员工 是很近距离去接触他的客人 当然客人在那个情况下 视乎他做什么的美容的疗程 他可能都和人家要戴上口罩 但问题当你戴上口罩 是否代表就已经可以 百分百去防止得到 没有个案会发生呢 当然我想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会的 我想最紧要一样东西 就是有什么机制去监察着 政府预计农历新年后 开始为市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不少人都期望下半年 市民生活可以逐步恢复正常 但邵家辉说 受影响的行业能否度过年关 都是未知之数 其实农历年其实在2月中就会来 如果在过去这个 这个是他们的旺季 他们有很多收成也好 有很多熟的客人可能对他们打赏也好 如果这个奇当的话 他们都一样是零收入的话 他们根本就过不了年 有很多人其实已经是赦借赌 过去过去那大半年的时间 有很多人说过去 就算现在如果他不让他开玩 可能赦借赌 其实他都做不到 连借钱都找不到哪一个去借 那他怎么去过到那个年关 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水晶球 估得到什么时候可以清到零的 还有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方法 是十全十美 是令到在公共卫生的议题下 和在经济的压力底下 大家可以拿到一个平衡 这部分其实就真的要 政府和相关的业界去想 究竟去到哪一个位置 或者去到一个什么数字 是大家觉得都可以考虑呢 还有有没有一些包底的措施呢 今集时事多面体讲到这里 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有没有什么 出来